昨天一则校友匿名捐款7800万的消息 在武汉大学多个校友群传开了 这笔捐赠款打破了五大匿名捐赠的记录 据推测这名老校友曾经是就动于五大生命科学学院 捐赠的款项是他一生科研成果转化收入的大部分 为了向恩师于先觉先生致敬 他特意将此设立为于先觉生命科学教育基金 老校友表示于先生开放进去 学术包容以及对祖国浓烈的热爱 对他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将师生学子对母校与祖国的深情接力下去 这就是最好的传承 再来看 今日《自然》杂志发表了来自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论文 这是该校继2019年摘得首篇科学之后 在量子科技领域的又一个重要突破 而两篇顶尖论文的第一作者都是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杨超 杨超当年凭借首篇科学正刊论文 解决了30年来悬而未决的量子金属胎问题 并容获了国内众多奖项 还因此到斯坦福等国外名校进行学术交流 年纪轻轻就取得了这么多的成果 有网友开玩笑说明明可以靠颜值 但是人家圈圈偏要靠才华 这阳光帅气实力派 中国新一代科学家真的是被帅到了